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女多到, 全排隊 你們三個為什麼不去排隊? 我們排隊排隊, 走路 隊頭, 這個是隊頭 沒錯, 我們這次是隊頭 是三個 除了這三個美女 珠珠、瑩瑩、小妍之外 還有四個美女 究竟哪四個美女特務呢? 我們一起看看 好 阿鳳小姐, 她們有… 陳婷欣 陳婷欣, 譚凱琪 還有露兔 來… 平安谷的美女 是的 我們現在看到她們這麼漂亮 聽說平安谷的造型有些就差一點 所以剛才我說有三個美女 有一個不漂亮的 誰呢?自己介紹吧 聽說她叫牛屎妹, 是嗎? 是 她就是本人 是 她的妝容是怎樣的? 她的妝容真的像牛屎一樣的色 黑色, 黑色, 像村姑一樣 放心, 我們找個較深色的絲襪 給你帶就行了 好, 其他你們三個都很漂亮, 是嗎? 是… 很漂亮 她是有氣質的感覺 有氣質 你呢? 她是純情的 純情的 對, 配搭本人 這是人妻, 在劇中 是, 是人妻 很奇怪 先來個測試簡對 就是千奇百翠鐵球弓, 行動 千奇百翠鐵球弓, 行動 簡法很簡單 待會放手, 你要抓住這條繩 不然就炸彈打你的頭 一定要各安全區, 來吧 好… 還沒到 還沒到 陳靖, 你幹什麼? 解釋一下… 你幹什麼? 你有什麼事… 你現在不值得陳靈欣身材好嗎? 我自己想 她平時已經打瑩瑩了 是的 是, 現在打陳靈欣 肯定看不上眼 打打吧 香港的冠軍 你繼續亂打吧 我們別管她, 好 失敗了, 下一隊再來 下一隊,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 駱桃爺, 你小顆, 應該是你坐 因為空間比較多 是的 下一回合有機器嗎?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絲襪那回合留給你 好 下一隊, 不好意思 我小顆絲襪就看你了 我來了 放 放 很快, 認真是認真 不, 駱桃放得遠 不過… 不, 我應該拚回來給她 對 以錯來說, 也不夠陳靈欣坐得那麼重要 所以駱桃和開琪 你們兩個可以選哪一隊 你選我那隊, 輸了都是她的 是 你選我那隊, 輸了都是你的 怎麼問我呢? 怎麼問我呢? 沒有, 駱桃沒得說了 因為很多人想她的 因為很重要 當然 你支持我嗎? 是, 你比我們一隊 好, 既然這樣 我們一起看我們的Mission One Action 和大家去到日本的靜岡縣 因為有位仁興華又好介紹 很古怪的 一天不同款 男也可以, 女也可以 大小通吃, 嚇壞我兒子 很可愛, 寶寶 對 她所說的人 就是在這間麵包店打工的 很高檔的款式 麵包都是一般的高級麵包 受過原液靚靚的兒子 在那裡 我明明這麼英俊, 都說我古怪 什麼事? 看靚的 你以為包的名字嗎? 紅豆包 你以為它叫紅豆包? 牛角包? 什麼事呢?什麼趣呢? 液靚賣包, 真是挺古怪的 換衣服 上面正常常 下面穿了長短裙子 有時候就馬上 換液靚和液靚, 什麼玩法呢? Mission 爆炊 這個很簡單, 我馬上想到 沒想到如果你天天這樣 也挺活動的 是嗎? 是嗎? 你天天換樣子 我更開心了 是… 先拿貼士, 盈盈 我覺得應該跟現在很流行的 咖啡店的衣服的牌子 跟那些活動有關 對 三個牌子 Korsofa的麵包店 沒有 但它不是Korsofa的麵包 是Korsofa賣麵包的人嗎? 對 你這個雙子還給我這麼天真的笑容 我真心相信 真心相信, 好 一個這麼不知所謂的貼士 被人…三個牌子Korsofa 不知道不是跟麵包有關, 對不對? 珠珠 其實這應該是主題咖啡店 而且老闆很好人 有些技術, 讓他們有空換 他們自己喜歡換的東西 如果男人穿褲子有什麼好看呢? 當然是特別有空穿裙子 穿不同的裙子款 這個比較像 不過他最初說是主題咖啡店 咖啡店 咖啡店 怎樣是咖啡店 怎麼是咖啡店 也不是賣劇, 賣包, 是咖啡店 對 好, 來吧, 開始 好, 究竟為什麼這個人 每天不停在這裡逆服呢? 我們剛剛想到 我覺得是根據麵包 例如我今天特別的 是賣法國包 他不是法國裝 即是嗎? 下身是 如果他是農夫包, 就賣農夫 農夫, 是否真的有貼士? 不是那個農夫, 你是老土 我覺得我們是透氣 逆服也是這樣 透氣嗎? 那些焗麵包很客人 也好 這個焗… 完成 好, 你們先說答案 透氣, 下面焗 是 我初來打算叫做沙發 例如我買法國包, 就穿法國裙 瑞士包, 就穿瑞士劇 叉持有爆呢? 對, 叉持有爆就穿旗袍 你也要問, 這麼笨 問一下 死仔爆呢? 死仔爆就考不到了 突然之間, 為何他說不是 他這樣… 是 逆服來也可以穿裙 是, 常常穿 我覺得裙男士是透氣 為什麼下面要透氣呢? 他就說… 是 是, 因為二粒焗, 麵包焗得多 對 有一陣紅包味 他說因為廚房的通常很焗 是 焗爐也焗, 焗著焗著焗著 你也知道 你很認同我 因為平日你也覺得很焗的 不是… 還要穿皮裙 我要看大家看看有多焗 所以我穿皮裙 對, 我經常都問了一股臉 難怪原來你穿皮裙 你們要知道, 真是的 因為做廚房的很多筆肉 因為廚房的爐頭 位置剛剛在男性的生育部位附近 冷知識… 他經常焗著焗著, 生育的數目也比較少 因為那裡的體溫要低一點 是要低一點的 待會兒就清楚明白男人的需要 對, 男人身體的構造 對, 所以他們經常都要焗麵包 穿裙子就要放鬆一點 不要焗傷了 真是臭崩崩 你也是一個個麵包的崩崩 好, 到你們的答案 我們的答案, 來吧… 時裝店加麵包 麵包浪漫, 又買時裝, 又買麵包 有咖啡店 所以時裝的東西, 你懂得麵包嗎 是否懂得當時 推銷髮包, 下面就穿一條… 穿一條髮膊 髮膊 我以為… 穿一條髮膊 下面就放一條髮膊 對, 可以, 腸腸腸, 可以遮蓋很多東西 對, 其實它是一間時裝店 但有一部分是麵包 所以他們就這樣做 好, 究竟誰知的真正答案 一起看看 麥包藍為什麼要易服呢? 他身不由己, 原來是鏡子的反射 對, 也不知道誰這麼大整褲 沒有設計髮鏡在下面 算了吧, 現在你才成為麵包店的生蕉牌 有些人無聊的話, 都會來拍照 看看賣包藍每天下身的衣著裝版 好慘… 有時換了另一位同事的效果 一樣挺脆的 女生也可以有男生的感覺 沒有人光顧的話 他就成為沒腳的小鳥 千奇百歲, 靖江縣的易服買包藍 好, 大家都錯了 是 讓我們兩位特務去決定吧 誰贏 小兒那邊贏 贏… 贏了… 很貪心, 太貼心了 但是太貼心了, 要拿你們去壽拔 不得分吧 不是我的臭拔 要剪的那個 對, 臭拔答是要剪的嗎? 對 洗乾淨一點就行了 好, 準備出去 走吧 心裡問你有問題 是 你平時疼不疼我? 還可以吧? 我打算贏你 如果你這麼難得, 兩個人夾著你 又這麼近在你身邊 叫他們擺一個疼你的姿勢 準備了, 我們千奇百歲疾如雷 發射 射你 發射 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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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紅本園 好, 紅本園 叔叔說疼我 疼就沒疼過, 推就推我去死 聽你的姿勢 聽你的, 開始… 開始… 和大家來到日本的紅本園 這裡最有名的 當然是眼上空洞的黑熊公仔 除此之外, 水果也很文明 不過是出名的Kirir 像這棵樹一樣 表面上掛著一串串蒲大紙 實際上竟然是蘋果 扮成提子的紅蘋果 真是聽都沒聽過 連尺寸都扮成提子的迷你 比正常蘋果小幾倍 懶得可愛的味道也不太好 很酸… 我整盤夾小小粒 方便我每下每下 這種一抽抽的蘋果叫做抽籽 看來多受老友寄歡迎 想效敬長者就來入貨 聽說旁邊村有棵樹, 生了東西 真生鬼, 一起看看吧 樹上水龍頭? 沒花沒架, 水還會出聲 不過仔雲也沒水, 究竟為何會這樣 樹上水龍頭? 沒花沒架, 水還會出聲 不過看暈都沒有水管 究竟為何會這樣? Mission, 爆開 這個水龍頭怎麼會弄上去呢? 對 為什麼要弄呢? 要問問貼士, 行嗎? 這個水龍頭流出來的不是普通水 是是樹液, 很有營養的 樹液? 樹液, 很有營養 我可以很有營養嗎? 就像別人去封樹拿封糖漿 或是拿醬膠, 都是這樣 割一下樹幹就有東西流出來 一放水龍頭就噴出來 為什麼會這麼多? 對 汁液體 放樹健康 對 這麼多, 健康都這樣 到你了 我覺得是跟風水有關, 水為財 專門做個水龍頭在那裡 因為它們是種植, 即是賣蘋果的生意 風水樹就是這些 下面出水, 上面有個風筒吹風 風水樹就是這些 究竟是不是呢? 開始 好, 為什麼會在樹上有水龍頭出水? 應該是落原村的東西 應該是種植 一定是關於… 種植的 自然界的東西 好, 這次我們先, 是嗎? 你先 好, 原因是日本有很多拜的… 寺廟 寺廟 對… 聽說有些… 會喝性水的 對 就是… 人家都沒說 不, 黃三圍, 落頭了 即是樹幹是頹章梯的 男人呢… 聽他頹章梯, 男人說… 先聽我說這個性教育吧 對, 頹章梯 又是, 我們學校的形狀 也有像男士的生殖器官 對… 可能吹出來之後, 人家… 我越聽越高興 但我想問一問, 很興奮 他還沒說清楚 什麼是吹出來的 那些人…樹翼… 吹 也是水… 聖水吹出來之後 聖水 等一下, 什麼聖水 就是神聖的聖 我們本來是蘋果園 蘋果吃的字是平安的水 對 對, 人家喝了, 可能會生兒子 可能是男士的莊羊 這些是保生兒子的水 放回自己的家園, 保養他十年 但這次我的答案不是 這次讓沈大師告訴大家 因為水龍頭本身已經是那個位置 剛好那個位置是種子 開始發芽, 生生生生的包著水龍頭 所以就是這個現象 所以我寫了野生 他寫野生 這個正確的, 我告訴你 我們看答案 好 樹幹生出水龍頭 想來想去就騙了頭 老爸解答就不用愁了 問你也多餘 豈不是樹幹包著水龍頭 蠢得慘 蠢? 你說你自己而已 明知樹越生越大 還把水管固定在樹幹側 做什麼才行? 弄到樹又不夠位生 阿索勝吞了水管, 剩下一個水龍頭 阿伯更催得水龍頭的水 吸收了樹木的精華 渴渴, 豬筋活絡 心理真是蠢 千奇百趣 紅本縣的樹上水龍頭 好, 你們就我們的大魚雷 人家叫我疾魚雷 這個疾魚雷很厲害 有什麼姿勢比疾魚雷呢? 一起看看 來… 好厲害 好, 疾魚雷, 出道 好, 疾魚雷, 出道 還不錯 沒事吧? 他很厲害 沒事 準備 任務三, 開始 這次去到鹿兒島縣 因為有位日本Captain Crew 報料又有好東西 邀請我們衝上雲仔… 不是, 雲燒 本航班, 王府飛機餐供應的 各位吃自己吧 行了, 起飛機吧 又說有好東西看的 我金晶火眼視為監督 都不覺得有什麼好東西 全部都是小屋 正想叫日本Captain Crew 打到回火之際 出事就出現了 厲害嗎? 中間一塊, 那些屋子小小的 比起附近的屋子小, 百分之一左右 劏房村 誰這麼沒陰公氣, 這麼多劏房 剛才那些是不是劏房? 當然不是 你肯定? 肯定, 不是讓人住的 不是讓人住? 究竟這些劏房室的建築物是什麼? Mishon, 包吹 看來知道是你家 我家 住了 你家吧 先貼士吧, 瑩瑩 沒錯, 屋子真是給動物住的 但不是豬 而是一對好心悲副父親的流浪動物 流浪狗仔在裡面住的 豬豬, 我經常浸溫泉 一看就知道它是溫泉的獨立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坦蕩蕩地到處浸 你還說浸溫泉? 穿泳衣浸溫泉我看過了 每個人都可以坦蕩蕩浸 每晚都看一次才睡覺, 我也知道 謝謝你, 請你一次 很生氣 生氣, 你不是期待有一次沒有上泳衣嗎? 怎麼會穿泳衣呢? 每晚都罵他一次 我才不看分舊 好, 快點, 答案是什麼? 開始 來吧 為什麼小屋子小小的? 什麼原因呢? 好 怎麼會是養豬仔? 到處都是民居, 沒大股味道 沒什麼草地 不奇怪 沒什麼草地 有, 答案了, 你先說 這個厲害, 落筒眼睛 原來真的… 他一看, 頂部有點不同 看到什麼? 看到他的屋頂有點像太陽能白電板 他集中太陽能的能量 在這個地方 然後讓全村的人用這些能力 這個學生的東西… 真的… 為什麼不屬性就放在自己家裡? 城市規劃比較漂亮 對嗎? 為什麼? 真的 剛才沈大師起碼說了六、七個 我們說了… 我知道 我們先說了不要的 包括我們不要的… 跳失市場 跳失市場 真的跳失市場? 有個國寶跳 不要的 不要的, 第二就是… 吃屎… 不要的 聽下去沈大師突然想嘗試睡 不是, 他不是想嘗試 吃屎 單車場也不是不要 單車場也要 對, 最終決定 睡場吧 你自於就是這個 熱沙肉 對, 大家去過日本 在某個地方 大家也試過很多人躺在地上 有很多泥 有人幫你挖洞 然後你自己躺進去 然後就躺起來 你幫你挖洞是差不多的 對, 跟墳長差不多 不過人是生的 為什麼要有蓋子呢? 如果很曬, 就可以隔太陽 你就可以很舒服地混在這裡 可能那個地方就是… 自己挖洞自己 對, 想挖洞… 對, 像在日本買外面 你用手機, 你把錢放進去 對, 很免費的 自己喜歡什麼時候去買自己 可以穿衣服 可以穿泥衣服 可以穿泥衣服 自骨墳墓 這樣就放得出來 究竟誰適合呢? 看看答案 說實話, 這些劏房式的建築物 有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先回到地面, 渺渺 睡著了 劏房迷城 這個劏房迷城其實是墳地 不過每個墳都有百呎 還有上蓋 這樣就要多多附近的嬰島火山 它失驚無神就會爆爆 火山灰飛到四處都是 後人想的仙人火山灰當被蓋 所以每個墳都加一個蓋子 神奇百歲, 鹿兒島縣的劏房迷城 太好了… 到最後, 自骨墳墓 我們用了墳墓兩個字 我們贏了 不, 不用問問我們兩個特務 我們也覺得是… 我們兩個是做的… 贏了 好, 特務項目 小儀, High five 是你們了 特攻炮粒, 開始 好, 究竟指誰呢 來吧, 金槍事宜 誰啊, 阿彭 你放我吧 好, 滅死金牙嗎?心美哥哥 你玩過多少次 千萬八, 最初是第一輯開始 真的有 每一輯都要粒絲襪 在這一輯告訴大家 我一個沒口齒的人 特攻炮粒, 開始 Why me 特攻炮粒, 開始 記住, 家裡的朋友不要那麼可愛 真的不好試 對, 你不是特攻真的不好 我真的很漂亮 對嗎? 再看看 是嘴巴 好劇的造型, 就用這個 太好了 準備了, 向前拿金槍, 開始 去吧… 去吧, 槍不倒 加油 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出一隻手 你怎麼… 有豬嘴嗎? 我看不到 不行, 刺一點 刺一點 變成一種牙齒 變成一種牙齒 塞了牙齒 塞進門了 這是我 我給大家看, 太漂亮了 好, 看你了, 看你了 其實我就是一個美女 為什麼要這樣租我呢? 我們沒見過… 發聲感 沒見過洛同用牙扇的樣子 所以在家裡有牙扇, 用牙扇 不要用絲襪, 記住在家裡不要試 好, 洛同, 最後有什麼說話 想跟大家說呢? 下輯可不可以, 不是了 我說了一輯又一輯了 我答應你, 你以後有免死金牌 應該有了 如果你再相信的話, 你真的很順身 我不會太相信 行了, 下次再來吧, 放心吧 下次再玩, 再見 再見…